我们今天来讨论大选的相关的议题 在我们现场的是有黄玉军跟张雨韶 我想先请教雨韶 如果单单从结果来看 这一次的结果是 北京似乎是会非常的高兴的 不仅是台北的柯文哲 包括高雄的韩国瑜 整个国民党的全面的获胜 甚至在冬奥公投上面 都没有通过 你觉得北京要怎么样子来看这一次 是不是外面说的 在台湾的两股影响力量 北京是大胜 华盛顿大败 然后进一步的 在选前很多人提到 北京的力量有介入在这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个事情 我想说先从介入这一点来讨论好了 就是历次台湾重要的选举 始终都有中国因素 这是常述也无需否认 只是介入的方式 从过去这种传统的组织动员 台商包机回来 或是各地的台商协会 台办与补助 这种模式转换成为网络 因为现在自媒体发展 这个也无需否认 就是所谓锐实力的展现方式 某种程度上的操作 我相信裕军还有主持人都了解 许多的国外智库的报告都有做这样的归纳 那介入的方式有所不同 这是第一点 但是实时效果就出现了 我来说其实北京 大概从台湾过去的选举历史经验之中 也得到了这种启发 我们可以发现选情越好 其实北京基本上它越中立 也就是说在这个选举之中 一方面这是地方型选举 还没有影响 本质上会牵动到两岸关系 大概是台湾的政治板块会发生变化 只是这样的变化也超乎了中国学者的预料 这几天我常也跟中国社台研究学者有交换意见 连他们都认为这样的选举结果的确是超乎他们的想象 他们的预估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从多次的教训之中 从四年前对台北市选举的判断 还有对台湾的九一选举判断 他们是失灵的 所以这一次非常保守 而且在这么微妙的两岸关系氛围之中 北京还有国台办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 他选择相对中立 没有说绝对中立 因为在主观上客观上 他当然希望国民党获胜 这也是不可回避的 所以这第二点北京相对中立 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觉得选举的因素 国民党的胜选稍微会缓和 就大局来讲稍微缓和 我们最担忧的2019年的总统大选的社会氛围 也就是国民党比较乐观的选举结果出现了之后 对北京来讲 那个隐姓稍微解除了 就主持人刚才所说的 柯文哲跟韩国瑜跟东奥正民 尤其是东奥正民这件事情的 这个政治敏感度跟强度 在北京的眼中可能更胜于板块跟席次 当东奥正民被相对多数给剖学之调之后 北京基本上他就会稍微走向对台的温和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次选举的结果在态度上温和 但是在总统大选的前夕的部分 对台湾的这个介入的强度 我认为的更高 这符合什么呢 符合对台政策的两手 也就是软的部分 它会展现出战略的立场上的软 但是呢 在斗的部分 或是硬的部分呢 这个强度啊 因为诚如刚才玉军所说的 民进党的基本结构跟论述价值都还是存在的 也就是呢 拒绝九二共识 这不会调整的吗 或者是说呢 改革的方向 我们讲台美关系 虽然代表才会提到 台美关系的本质 还有两岸关系的本质 对民进党来讲 不会因为这是选举的挫败 就有所调整 因为这是它的核心价值 对北京来讲 这个核心价值 基本上是它最忌惮的 只是这次选举的表现形式 是冬奥证明这一点嘛 虽然这个冬奥证明跟民进党 也没有太强的关系 所以这次选举的结果 对两岸关系的因素来讲 我认为北京稍微松一口气 但是它没有非常非常的乐观 也就是在 未来这一年的总统大员 陈虎刚才所说的 对于台湾选举的介入的力道 只会加强 但是在政治上的态度 基本上 它还是会保持 就是重申 这两年以来 北京对台政策的一贯的立场 郁君我同样的问题也想问你 尤其是一个事情 韩国瑜到最后辩论的时候 提出来他是战争九二共识的 我们看到国台办 在星期天清晨的回应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 当然他说只要这个 只要未来当选人能够对于两岸城市的交往 及两岸关系有正确的认知的话 他当然会鼓励 他没有用九二共识 他说正确的认知 这个避免掉一些比较敏感的 这就是刚刚宇潮说的 这一次他的 是非常小心翼翼 生怕有任何的访谈的 反弹的情况出现 你怎么看北京的反应 我觉得北京 在目前的反应上 我认为他的大的战略 有所改变 在过去 胡锦涛执政的时代 他把两岸关系 某种程度上架构在他的国际关系之上 但是习总书记上任之后 因为他要开始走一个开大门 走大陆 这种大国崛起 有别于过去 胡的执政模式 他现在的美中关系跟国际的地位 我觉得他至少在施政的 这个priority上 已经是摆在台湾问题的前面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态度上的 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此延伸出来 他台湾的问题 因为他有其他的焦头烂额的事情要处理 他基本上是希望放在一个backburner上 他基本上是希望说 能不出事就不出事 尽量态度比较晚和一点 但是同样的 我觉得他因为过去这两年 他用了一些比较直接诉诸台湾民意 台湾人民的方式 不管是国民待遇 或各种待遇在大陆 他们这样子一定会加速的往前 因为他认为这样子的方式奏效 他认为直接透过人民的方式 跟台湾人民做统战有效 不需要透过政党 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台办的态度 应该到以后还是会有改变 我觉得他以后一定会重申到 一个中国久而共识 甚至我认为他会在中央大选的时候呢 态度会比这一次地方选举稍微的再强烈一点 因为他会认为那个风向在改变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 他现在鹰派这种态度的强硬会改变 他只是因为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上 他把台湾的这个顺序稍微往后摆了 但是不代表他的那个坚定的立场会改变 我想再进一步请教育军 就是美国在选后的态度 选前当然末见来这边的谈话 我想你也非常清楚 但是选后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概半夜一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记者发来美国国务院的回应 这是感恩节的周末 按理来讲没有人要上班 大家既然有值班的人 而且应该是请示的上级 发的一个恭贺的贺电 AIT这边当然也有了 里面就强调的是 我们跟任何政党都有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合作 恭贺台湾的选举 这跟原来大家担心 会不会因为末见之前讲了说 大陆的介入 进而不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 有很大的不一样 你怎么解释 首先我先稍微插一下题 这在感恩节上班是可以领三倍的薪水 我们呼吁台湾的所有资方都要比照美国这样子 那这个是这样子 美国他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在他自己的核心利益 那他核心利益里面有几个 实力是一个 实力原则 让美国实力越来越强 那接下来的四个因素就是民主和平稳定繁荣 他在这整个大的前提底下 现在跟中国有一些经济上的摩擦 那对于台湾来说 他一向都是希望台湾跟大陆合而不同 这个离而不独 那他绝对对呢 在政党的这个属性上呢 不会说是一定希望哪一个政党 而是只要跟国民党或民营党 跟他有合作的空间情况下 他都会合作 所以他第一个时间的反应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声势起来了 国民党在2020有可能回去执政了 所以他们会认为 此时此刻需要 show some goodwill 让国民党知道说 美方也是合作的 不让国民党好像完完全全的认为 美方的门关起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走向 中国大乐会北京 这是他第一个 第二个我认为 美方在开启 他跟国民党合作大门的同时 他应该就会开始跟国民党 在某一些能够合作的地方上面 允许合作 这是他增加他自己实力的地方 因为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 两条平行线来说 同样都有两条底线 一个是统一 一个是独立 但是在中间的范围里面 他们都会希望云云合作 那加上如果过去 大家都一直批评说 吴敦义是一个北京不喜欢的人选 那国民党的吴敦义 如果继续执政 或是选2020 那这样子的人选 如果走在比较两岸的中间的这样路线 是国民党可以让美方属一的人选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选 你觉得到2020的1月选前 美国对于台湾总统选举 会有某个程度的意象的表示吗 还是说不会 我想这一次在地方选举之前 很多人的猜测是 美国似乎比较偏向民进党 这跟在2012年当时 小英访问美国 还没有离开美国 美国国安会的官员 就放话给 Financial Times 说美国对于小英并不放心 那个也是一种程度的表态 在2020年的1月之前 美国会不会有类似的表态 我们看了 我们回归12年那个时间点 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 这样子的一个战略上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弯 我们在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美国重返印太 这样子一个战略上 我的判断是2020这个选举 美国一定会非常这个努力的 把他们的一些想法散播出来 也希望影响台湾的一些选民 所以在这样子大的结构底下呢 我们可以预知的就是 因为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两个政党主要候选 一定都会到美国去嘛 所以美国是不是会在 借由某种程度上 表达他们的意向 我认为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两个政党会不会因此 去竞争美国人的支持呢 但是我们从这次选举来看 这个末见的谈话 好像对于台湾的选民的影响 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你换一个场域来思考 就是说在总统大选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两岸问题跟美中台问题 会比地方选举要来比重重嘛 所以你两个去判断底下 我认为两个政党都会去寻求 美国人至少不要被美国公开的批评 但是会不会因此美国 因为他比较能够介入之后 影响左右政局 我觉得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 是逐渐在递减的 鱼少你怎么看 其实玉军讲的 这个大致的方向都同意了 我觉得这个联动关系是 逻辑是这个样子 当北京对台湾的政局的 这个隐性初步拆解之后 那么台湾作为美中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杠杆因素就会发生 什么杠杆因素呢 当台湾问题不再是 北京施政的优先选项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展现自信 展现自信的部分就会表现在于 在未来一年的美中关系 绝对会有微调 这个善意应该会是由北京来释放 简单来讲 我没有道理再跟你继续对抗 或者我本来也没有要跟你对抗 只是因为台湾的因素 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矛盾 但是我对台湾的这个做法上 我说他更有自信 而且这一次相对克制 也希望传递给美国一个讯息是 我也没有介入 台面上我也没有介入 高层也没有像过去朱镕基那样的讲话 虽然下面是有在做操作 我说过这都是常态 所以第一个联动关系的部分是 当北京对台湾的态度 较有温和的时候 那么会使得美中关系 出现了第一道契机 这道契机是什么呢 寻求合作的可能 那对美国来讲 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要不要接这个球 他没有道理拒绝 因为台湾的政治变化 正产生直与量的 根本性的一些改变 美国还是强调实力原则的 那我的结论为什么呢 这样的微调 并不会根本性的改变了台美关系的基础 也不会根本改变了民进党 但是在局部的部分 民进党所主张的 简单来讲 台美关系是民进党选举的 这个重要的筹码 或者是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台美关系 基本上是民进党的 最后的武器 这样的效果会打得折扣 因为当这样的联动关系发生变化之后 本质上台美还是战略关系 但最后一点会是什么呢 民进党本来所拥有的那一些 他自以为是台美关系的私有财 会变成公共财 也就是台美关系这一年多以来的 包含台湾旅行法 或是国防授权法这些东西呢 也同样适用在国民党 未来候选人 或者是国民党 去跟美国交流的 这一个通关密码 这不会只有运作在 所谓的民进党的高层 一体适用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是相对的状况 就是从绝对的 变成相对的 所以台美关系 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我就说民进党的重建 基本上是很困难 在六个月之上 美国人的态度会做调整 内政的因素呢 也要做许多的调整 时间充分吗 我还要再加一个 在这段时间当中 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会不会调整 我这样的问 主要是基于几个 一个是党内会不会对于 至少在高雄这个事情上面 目前跟大陆的关系 需不需要调整 第二个是从蔡英文总统 本身的想法来看 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在这段时间 在两岸政策上面 能够加分 一个是法夹弯 我就完全改成 开始跟大陆 有一个新的对话的可能性 第二个是 我在喜乐岛的 独派的不断的批评之下 也许他们是说 因为这样子 丧失了深绿的票 那我可能要调整 往那边走 第三个当然是维持现状 你觉得 未来有没有这个调整的空间 还是你觉得不大可能会动 如果用深绿的或独派的角度来讲 他们会认为这一次败选的因素 反而跟我们颠倒 他会认为是中国因素再加上改革不利 再加上在两岸关系之中 东奥证明民进党不支持 所以导致基本信仰 或者是违背了独派独立建国这样的想法 就深绿的角度来讲 看是如此 可很有趣的地方是 蔡英文从2016当选以来的两岸政策 一直受到党内深绿 或是喜乐岛联盟这个挑战 再看我们刚才所说的人事布局 如果他是求稳的话 所谓的那个法夹弯 有两种法夹弯 第一个是 往中国因素去解套 另外往本土独派去靠往 这都是两个法夹弯 因为他现阶段是维持现状 以蔡英文的论述来讲 他的确是一种民进党版本的维持现状 但是他会面临左右的拉扯 哪个左右拉扯呢 通常民进党的独派的道德的勒索的 这个力量始终会出现 每次民党败选的时候 检讨的因素都会是 你独的色彩不够重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呢 对于蔡英文来讲 又有一个心病 喜乐岛联盟就已经说过了 对 如果这个选举怎么样的话 或者是呢 我们在2020年如果蔡英文不怎么样的话 我们要提另外一个候选人 那这个并认数当然就会牵动蔡英文 不会玩乐观的 或是国民党眼中的这种呢 往中国因素去做调整的这种法夹弯了吗 那我认为 保守上来讲 在政治论述上 他不会有调整 但是呢 在政治表态上 或是政策上 他会有所表现 什么叫做政治讲话上了 比如说元旦讲话 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因为民进党过去重要的这个 在阿扁时期 双十讲话了无新意 如果这时候对中国释放善意 或者对中间选择交代 他可能在语词上 修词上 会一改过去啊 负面表列 新四部啦 或是三星这一种 他恐怕会做出一点 中国连结的成分在里面 但他的政治原则性 不会改变 所以大陆政策的部分呢 可能会有一些 类似他 对会台三十一项 小松绑的 那会让媒体去解读说 这是民进党的善意 但是大原则性的 我认为不会有改变 因为民进党的权力结构是如此 然后呢 蔡英文并不是一个决策 开创性的这种领导人物 从人事的改组 我们就一夜之秋了 他并不是一个破例型的 他只能求稳 所以说呢 既然在权力结构上求稳的状况之下 再加上独派呢 在做牵制 所以蔡英文能够调整的 都只是战术层面 不是战略层面 我想问玉京 就是刚接着雨潮的话 其实蔡总统 另外也有人批评 是非常的顽固 他原来认定了什么 他不会轻易的改变 不过你的大陆政策的调整 其实一个巴掌是太不详的 他即使要做什么 如果大陆这边没有积极的回应 其实你也做不来 甚至包括说 你希望在这一年 一个月当中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你也要大陆那边有一些回应 大陆的回应 他可能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包括他会不会认为 在下一次的总统选举里面 往往我们要顾及到 国民党的反应 国民党有可能会赢 这些你怎么看 这个我必须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就是我觉得蔡英文 接下来的布局的考量 会完全是以2020选举 作为一个考量 我同意刚刚雨潮说的 就是蔡主席 他的人格特质 跟他现在的布局 看起来好像是不会走 八甲弯 但是诚如主持人所说的 中国大陆现在 对他们来说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席次增加了 他觉得手上筹码变多了 他我认为中国大陆 只会一直的逼蔡英文 越来越走向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他不会因为说 好像你稍微往中间松动了 或者是你做了九二共识的内涵 只是不讲九二共识的四个字 就因此让他过关 所以在选举的考量上 看起来的话 蔡英文唯有往独派的方向走 他在选举的动能 才能够吹出 他跟国民党的差异 不然我觉得他如果 不这样走 反而而行 他还跟中国大陆 做某种上的妥协的话 那他真的2020很有可能会输给 中国国民党 那从党内这样子的 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赖清德现在看起来 已经是要把自己跟蔡总统 完完全全绑在一起 因为他现在继续担任格魁 好像没有要离开政府 作为一个党内的挑战者 那另外一种解读方式 是不是蔡总统已经答应了 独派什么事情 让独派不出来造反呢 那是不是蔡总统很快的就会用 不管是公开的言论 或者是实质的政策 去告诉独派说 事实上我并没有背离 民营党的核心价值 我认为用这样子选举考量来看的话 蔡总统如果要连任 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往深入的路线去靠拢 那宇超最后 我想你最后发言 那这个样子情况 演变下去的话 这只是会让大陆跟台湾的距离 可能会越来越远 是不是 因为有一个最大本质差异 就是北京对于民进党的要求 绝对比国民党的要求相对高 因为政治默契跟政治文化 跟政治信任 不论郁军刚才说的很好 不论民进党用各种绕弯的方式 去说明没有九二共识的 九二共识的内涵 比如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的维持现状 但是北京要的就只有一句话 这个空间越来越小 本来说只要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但是在这个选举之下 一定是变成九二共识是唯一前提的 这基本上是没有要价的筹码 那郁军刚才所说的 我也非常肯定 因为选举要市场区隔 再加上我刚才说很多因素 不会让蔡英文朝向中国因素去做调整 这个调整是战略的调整 不会是战术的调整 这样对蔡英文来讲是不利 他没办法累积 那个郁军爱说的群众的能量 本质因素在哪里 其实北京始终要明讲一句话 你认为连爱关系之中 台湾跟中国是什么关系 其实蔡英文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绕了半天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那就是独派的人认为 你也不讨好的地方 深来跟北京呢 也不讨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压缩了民进党在 两岸关系之中的权势的空间 基本上你也没有权势的空间 权势空间一在北京手上 二在国民党手中 那蔡英文基本上只能被动 所以我觉得刚才 郁军所做的逻辑的推论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预想到嘛 就是今年的两岸关系啊 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那个高张力关系会很明显 但是由于国民党获胜了 高张力的关系呢 是针对民进党 而不是针对台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部分是什么呢 态度上跟策略上 只会不断的步步进比 也就是呢这几个地方县市啊 因为国民党的地方县市 开始就会享受到 会台三十一项的 这些锤饭效果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挑战民进党 我们亲戚已经获得改善了 甚至地方包围中央的某个程度 是就会玩 因为本来国民待遇原则 就是要削弱民进党 国家的这个能力嘛 或是执政的基础 或是在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 本来国民待遇原则 基本上的推动的对象 就不会是民进党支持者嘛 那当民进 国民党的支持者有了信心 国民党赢得这么多的 习式的状况之下 他片面化 单面化的这种事实啊 就不断的发生嘛 而韩国瑜所说的 就可能成真嘛 人不见得会进来啦 货是一定会出去的啦 就像那个黄建廷 把那个台东的世家 几箱的货柜搬出去 这个事情就会变成常态 然后台湾就会变成两种选择 哪两种选择呢 对跟中国因素连结的 乍看之下光鲜亮丽 那民进党执政县市呢 你们至于搞你新南向 至少在未来这一年 这种强度跟这种画面 会透过新媒体的方式 不断的洗 让他知道高雄有感 台中也改善了 这就是民进党要遇到的挑战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到我们节目栏 跟我们来谈 这个未来的一些变化 跟选举的相关情况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谢谢 谢谢主任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见